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嘉宾魏女是26岁来自湖南代业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现在在哪儿生活 广州 湖南妹子跑广州去了 对 就是远嫁过去的 可传奇了 姑娘出差 打一滴滴 碰一司机 是她爸爸 司机说 说有儿子 未娶 你嫁否姑娘 姑娘说未嫁 好了 是说的你们俩这件事吧 是的 那司机是你爸 是我爸 在车上那个 你公公就给你介绍他儿子了 对 他说他儿子 也就是到了那个结婚的年纪了嘛 然后觉得我 看起来还挺和善的 就是我把他儿子介绍给我认识 然后呢 就两个人后面就是加了微信 然后就有联系了 他收你车费没 收了 还收了车费 然后呢 然后我们后面就 就是聊得挺投缘的嘛 后面就约到一起去 那个珠海那边玩 这聊得挺投缘 是只聊了多久啊 一个多月吧 后来呢 去珠海玩了之后 就觉得两个人还挺合适的 而且他爸爸也同意嘛 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四月份然后就结婚了 这个从你打上他爸的车 到你跟他结婚 大概中间多长时间 三个多月吧 哎呀 人生需要勇气啊 你老爸可以啊 因为当时候是我爸爸介绍的 因为毕竟都是父亲介绍 就觉得比较靠谱 你其实你老爸也不认识 而且我老爸跟我说 他也蛮漂亮的 自书达理 这个认识三个月之后就结婚了 就算闪婚 然后呢 就是四月份结婚了 五月份的时候就有宝宝了 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一直在长山工作 然后宝宝在肚子里面 七个月大的时候 我才辞职 然后去他广州那边 跟他一起生活 宝宝现在多大了 宝宝现在三个月 我的天哪 太快了 就这姑娘等于在 十来个月的时间 就从单身到结婚 到怀孕到生宝宝 中间还有辞职 对 怎么了 姑娘 谁不开心 你不开心 她不开心 就是现在最近 我们两个经常闹矛盾嘛 她就觉得我很多事情 都做得不对 所以的话就想借着这个机会 就把心底话说出来 那你觉得你做得对不对 没错的 因为我们就是刚结婚 才一年多一点时间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 都是在磨合期间 其实能解决的 其实不是的 就是之前我们两个认识异地嘛 然后后面我来到广州之后 才发现就是 要跟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 我原先以为 就是我跟她两个人生活嘛 而且现在有了宝宝 五个人住一起 我觉得更麻烦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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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跟她提出说 自己生活嘛 她就不同意 而且他们家有这个条件 也有两套房子 我们家的确是有两套房子 但是其中一套 已经租给外人了 我问你一句话 想搬出去住 是觉得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不方便 是不是 对 而且我跟她妈妈也 就是婆媳之间也会产生很多矛盾 现在孩子谁带呀 一直是我带的 一直是你带的 来 说你跟你婆婆怎么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长沙 就养了一只小狗嘛 然后那个狗狗就一直陪着我的 就跟我很亲 我不是跟他过去广州生活了嘛 然后我就把狗狗也带过去了 而且他就是唯一陪满我的 我广州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人 然后他妈妈就说 这个狗狗干嘛啊 就嫌弃了 就说是个累赘 然后他也听他妈妈的话 就把那个狗狗给送走了 这可不好 送走了 就是送到我自己湖南老家 那边去了 但是我就看不到了嘛 也没事跟我说话了 而且他们广州的乐意 我也不懂 就是语言也不通 明白 明白 这个除了这个 跟婆婆还有什么矛盾啊 就是当那时候 宝宝一哥多月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的那个身体不是嘛 然后我就给宝宝端奶了 给他喂的奶粉 然后他妈妈就觉得 奶粉为他不好 就是宝宝现在有什么问题 他就说 还不是因为你没给他喂母乳 就是什么都是怪我了 而且我原嫁过来 到他那边 就是他相当于是我唯一的亲人嘛 然后他还是站在他妈妈那边 就都不帮我说话了 明白 就是你得不到 你先生对你的支持是吧 对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嘛 这是跟婆婆嘛 说你们俩了嘛 对 就是我不是从那个 长沙十字过去他那边 广州生活了嘛 然后我就怀了宝宝 那段时间我就没有收录了 是不是 然后我就说提出来说 他的钱让我管 他也不落 然后我说要买什么东西 他也不肯 我都嫁给你了 然后还给你生宝宝了 就是我花你一点钱 你也计较吗 这个你要回应一下 其实我不让他管钱的话 其实他心里应该知道的 因为他就比较喜欢在网上购物 你说要帮宝宝买些什么东西的话 你是其实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去买就行了呗 我就是怕他乱花钱 因为你说现在就是一家三口 他没有经济来源 就只有我一个经济来源 宝宝就是每个月的花销 都是用在我身上 你是这么想的 那我问 就是我要用钱 我还要问你 还要看你的脸色 我觉得那我嫁给你 然后我有的时候 给宝宝买什么衣服 难道我还要伸手 问我宝宝要钱吗 这太可笑了吧 是不是 就是你至少给他一些零用钱嘛 对吧 你不能让他没钱嘛 你觉得呢 但是他主持人 他经常就是帮孩子买一堆 就是我觉得没必要的东西 你说一个孩子 就那么一点点 他就一次性就买一堆 男孩女孩 男孩 然后就买一堆衣服 那岂不是浪费吗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家庭的 两个人夫妻之间的 那些金钱都是各管各的 我觉得就没必要 对 让他管 反正A一致离婚率也挺高的 是吧 那你至少 因为他现在没收入怎么办呢 你不给他点吗 我又给他一点 但是他就总觉得不够夸 行 在经济上夫妻之间是有冲突 除了这个钱的问题 你们夫妻之间 还有其他的矛盾冲突吗 就是他工作嘛 我说让他去找一个 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他就从之前那个服装销售 现在换的那个网约车嘛 那两个都是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的 以前做那个服装销售 还有一点时间帮我 就是看一下小孩呀 我不用一个人24小时看着嘛 现在他就是 小孩半夜哭了 他听到了也专专不听到 然后白天联系他 他就说我在开车 根本就没有交流了嘛 是不是 我不接他电话 因为我们就是做网约车司机的 这个我们都理解 我要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辞了职之后 其实还有很多选择 对吧 对 为什么选择了网约车司机 因为他就是每天唠叨我 然后他还说我老爸赚了钱 因为老爸也是开滴滴的嘛 所以我就一次机下 也没有跟他去商量 就把工作辞掉了 其实我也很委屈 因为我在之前那个岗位上面 已经干了七年了 就是也很舍不得 我一时共事的一些 就是同事 好 听明白 开车是因为 一是生气 二是想躲避 嫌妻子太唠叨对吧 对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就是之前 我就跟他提 就是我现在 待在家里面也没工作了嘛 然后我就提出跟他说 就是出去工作嘛 他也不同意这个事情 你现在就想去工作了 对 那宝宝呢 就是放到我爸爸妈妈那边带 就是湖南 不是要从家里搬出来吗 湖南老家那边 但是他现在还没让我搬 送给外公外婆带什么 我外公妈妈说 他愿意带我们小小孩 那你舍得吗 那么小就那么远 但是我觉得外公外婆 肯定会对小孩好嘛 而且他爸爸妈妈 也是要在外面工作 没有时间 明白 你舍得吗 我不舍得 因为太远了 然后我就说 家里面请一个保姆 然后我出去工作也行 每天也能看到 他也说这也不行 那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工作 而不是把宝宝再带一段 再去工作呢 这大半年来 我每天也没事跟我说话 一天24小时 就面对一个 不会说话的娃娃 是不是 寂寞 然后我觉得就是挺 无力无援的 然后也没有谁帮我 然后他也不帮我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无助的吧 明白 所以我们看啊 一个女生从一次出差的 跟司机的攀谈 就发展成了 跟司机儿子的一段恋情 从恋情就快速地 发展进了一段婚姻 这个前后的时间 我算了一下 只有三个半月左右 接下来很快就结婚 结婚到有孩子 也就一个月 在第七个月的时候 女生又辞了职 生活又发生了变化 到了千里之外的广州 来到了婆家 接下来就是生产 在这个期间又加上了 因为小狗狗的 养不养的问题 跟婆婆之间的冲突 因为没有了 这个经济收入来源的 不安全感 希望管理丈夫财务的冲突 现在面临另外一个冲突就是 我实在是太寂寞了 我也想出去工作 但是先生不让我去 这个确实处在一个 非常特殊的时期 对这个女人和家庭来说 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秋比特问卷 你太太从站到这里 开始讲第一句话的时候 就开始哭 一直哭到现在了 作为先生 我想请问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让她委屈了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女人 当然 这也是由于你们从选择闪婚的那一刻开始 可能就注定了的事情 闪婚最大的特点 短 高 快 短时间认识 然后决定结婚 高激情 离婚快 前两点全部都符合了 第三点 我看 如果不调整的话 也不远了 当然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你太太也有很大的责任 她对于今天的这一切的不适应 完全是因为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她完成了人生两次角色的转化 一个女孩一年之内 完全离开了自己生活了那么多年的环境 到了陌生的环境 成为了人家的太太 儿媳妇 妈妈 这些角色我们都需要一步一步去完成 可是你太快了 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转化她 对 我完全缓解不过来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切 是的 那个小狗的事情 其实不是一只狗的问题 那是它自己的人格化身在你的家庭当中 你的母亲包括你可以把这只狗扫地出门 就可以同样把它扫地出门 在她的心里 这件事情的影响是 这里不是我的家 这里如果是我的家 我为什么不能养一条狗 不是我的家 我需要一个我自己的环境 所以它才那么强烈地要求搬出去住 第一条是这个狗的问题 第二条就是你们后来一直在纠结的钱的问题 我听到了两句话非常的刺耳 第一句话叫 她也不赚钱 我们家里人只有我一个人是赚钱的 第二句话叫 很多夫妻都是各管各的钱 我看人家管的也都挺好 那你凭什么不让她去工作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愿意在孩子三个月的时候 自己出去上班 然后把孩子送回老家 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带 但是她宁可忍受和孩子分离这样的一个状态 她也要出去工作 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钱花 她刚刚讲了 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得低声下气地问我的老公要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设身处地地替你的太太想 当然 她可能也是产后情绪波动得比较厉害 这个我也是比较理解的状况 我希望你能够做出调整 给她一个家 给她一份爱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小伙子 这样做太值得了 刚生完孩子 都是呵护的 都捧着的 你老婆哭成这样 你一点疼惜的表情也没有 你觉得你现在对她有感情吗 没有感情 你只有一句话直说了 有感情 有什么感情啊 感情在哪儿啊 我觉得她付出很多 她付出啊 她付出 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你看到你做了什么呀 我不要求说 因为你是我老婆 所以你应该比孩子重要 比我爹妈重要 不要求你这个 同等重要性吗 姑娘 你这个状态呢 我写了几句啊 我把它念念完 第一个 第一个呢 关于闪婚 闪婚是个什么状态呢 闪婚就是 只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不知道 我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样 就是闪婚 你只知道 这个男人是谁 他姓什么 他叫什么 他多大 但你真的不知道 你将来要跟他 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闪婚带来最大的问题 第二个 远嫁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远嫁 绝对不是一件 在激情下要做的事情 远嫁 意味着你离开了 自己熟悉的生态系统 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生态系统 姑娘 我现在给你最大的建议 是你先 最好带着孩子 先回娘家一趟 住一段时间 我没有劝你们离婚啊 先去住一段时间 回到以前那个生态系统 回到那个有人照顾你 有人疼爱你 有人关心你 那环境里面去住一段 然后我们再来想 思考下一步 我觉得你作为丈夫 在这种状态下 你还是放他先回去 跟他爸妈住一段时间 他现在这个情绪状况 特别不适合 和你爹妈在一块 好吗 那就这样 何先生你有料到 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没有 你赞成你老婆带着孩子 回他娘家去住一段时间吗 赞成 你觉得未来有可能 可以搬出去住吗 有可能 你觉得你老婆可以去工作吗 可以 为什么现在都可以了呀 这中间的转变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跟她的关系 发生得太快了 而且 要在家做一个玩脸婆 照顾小孩煮煮饭 我觉得 对她 就是不公平 当你看到她 很痛苦 很难过 甚至是一直在流泪的时候 你心疼了吗 有心疼 那么 一 请你时刻记得 你此刻的感受 就是 我老婆的难过 我要学会有同理心 这才叫做爱情 才叫婚姻 你身为一家之主 如果你真的要这个婚姻 要这个老婆 那么请你表达出 你该有的男人气场跟气度 照顾她 疼她 她所有的要求 包括要花钱 想要搬出去住 想要那只狗狗陪陪她说话 都只有一个心里的潜台词就是 我需要有人疼我 陪我 关心我 你做到了 她就愿意把你家当她家 哭什么 有什么好哭的 让小狗搬出去 广义的中国人认为 生孩子 身边有狗卫生状况 堪忧 至少她是为了你好嘛 你为什么不能从这个角度 去考虑呢 因为我没有谁跟我说话 因为他们那边的语言 我也不通 我们不是说 那你那么早嫁干什么呀 那个时候我本来是说 要在我家的 然后她妈妈说 就是 我告诉你 那边好一点 你的家人 你湖南的父亲母亲 早就跟你说过 语言环境截然不同 让你考虑是否远嫁 你父母是不是让你考虑过 对 当时 那你自己要去 所以你现在就不要哭 你现在要做到的就是 冷静下来 你首先任何事情 不要往坏的角度去考虑 有佛心矛盾 不是你一家有 家家都有 所以有这种正常的冲突是 很平常的 你不要把自己老实陷入到 一种那么痛苦的境地嘛 你给他拿张纸啊 你这种真正给他擦擦 你这种啥也不干 你跟着 我这也不定 我这些喝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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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段时间你也累了 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然后有时候还没有 就是及时地安慰你 而且也没有替你着想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以后可以努力做好一个爸爸 做好一个丈夫 带给你你想要的生活 我爱你 其实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就是 好 时间到了 请两分了 还有一些话可以慢慢地来说 你在你能平静的时候 你好好好的跟你先生 把心里都哭说一说 好不好 谢谢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请开门 好好对他 行吗 行 来 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好 来 谢谢你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来 请见证 辛苦了 老婆 我还是会永远地爱着你 请你对我放心 谢谢 谢谢 好了 好了 回家好好沟通 好不好 好好疼老婆 来 请回 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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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这夫妻两口子 能够把日子越过越好 来 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 我觉得再和他在一起下去 就是在耽误他 所以准备分手了 明明是他不解风情 不懂我对他的好 为什么他反而要和我分手呢 他总是打着对我好的名义 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他太不切实际了 我对他的好 怎么会是没有意义呢 他怎么总是看不到我的付出 我们两个在一起 不仅耽误他 也耽误我自己 我看不到我们两个人的未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张二十三岁 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胡二十四岁 同样来自河北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怎么了 没事啊 没事 那你这么点头干什么 是我要来的 哦 你要来的 大一岁呢 学姐是吧 对 我来的原因是因为就是 我觉得他总做一些不切实际 没有用的事 然后就是他做这些事吧 他就耽误他自己挺多事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是 害了他一样 我和他在一起 然后会让我感觉到 就特别多大的压力 就想和他分手 哦 其实我感觉 不是他说的那样 他就是不解风情 不懂我对他的好 啊 不懂我对他的好 行 我慢慢问啊 是你招惹的师姐 师姐招惹的你 我们是在同一所学校 我们都有老乡聚会嘛 然后就在一次聚会上 聊到说都是一个高中的 然后就说互相加个微信吧 然后以后也有联系 后来学姐慢慢地 就对我特别照顾 然后我就特别感动 后来慢慢地就在一起了 好了 咱们从哪开始说起呢 从不解风情说 还是从你害了他说 我先说吧 我感觉他就是不解风情 不解风情 因为我们当时在一块的时候 确实我感觉挺仓促的 也没有给他 什么浪漫的表白 我当时就感觉特别亏欠 我们在一起之后 然后他当时 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嘛 我就感觉 得给他一个 不一样的生日礼物 我就想去大街上 收集五百二十个人的 生日祝福 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 大街上 不认识的人 对 用那硬纸卡 写上那个各种 生日祝福的话吧 然后我就去大街上 找陌生人拍照 有可能说 迎面走过来十个人 也不见得有一个人 给你拍这张照片 确实挺辛苦的 但是我想 是因为给他准备的惊喜 然后给他 你弄成没弄成 弄成了 厉害呀 然后五百二十个人 陌生人 用了多长时间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也行啊 但是我把这些礼物 送给他的时候 按理说应该特别高兴 对呀 但是他没有高兴 为什么呀 他就特别冷漠地 就在一边了 我就当时就特别不理解 因为我之前就是 跟他说过 我不像其他的女孩似的 就是追求那些 就是特别浪漫的东西 然后再一个就是 主要是因为 就是当时 他就因为这件事情 期末考试挂了好几颗 我当时 几颗挂了 三颗 我当时真的就是 心里就特别难过 好像就是我害了他 去挂了好几颗 但是我感觉也没事 挂颗也可以再补呀 但是他只有一个 我特别喜欢他 我就是对了他好呀 补过没有啊 暂时还没过 你有本事 就是收集了五百二十张照片 你还没挂颗 你高不高兴 那样的话 我可能就是当时 可能会高兴对吧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 还敢挂科吗 不敢挂科 我觉得 不只是这一件事啊 还有呢 还有呢 因为他比我大一阶 然后他当时想考研 那时候时间 他压力就特别大 我就想 怎么也得给他解罚 或者说减轻一下压力啥的 我就叫了我好多好朋友 然后就去他们宿舍楼下 用了好多蜡烛 干啥 然后摆了一个造型 就是说 在一个心情里边板了一个加油 然后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 就要下来 他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他接了 然后说我看书呢 没工夫 因为我还有好多好朋友 我不能说亮人 把人亮那吧 对 然后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 然后这时候就再也打不通了 没办法呀 我只能给他摄友打电话 然后他勉强下来了 然后看了一眼转身就走了 这个为啥不高兴啊 我当时真的快考研了 就没几天了 我就是压力确实当时是大 然后我当时在复习英语真题 那时候都晚上十点左右了 他就把我思路打断了 我当时可能一着急 就把手机静音了 然后他就开始不断地 给我摄友打电话 我的摄友说你 不是 你上去看了很高兴吗 我没高兴啊 因为我之前都说过了 我不想要这些东西 你说过又不是一次两次 你还老整这个 但是他这个心意不就是想 关键是学校摆蜡烛这个事 他不让干呀 他学校有明确规定的 他因为这个事 他院里通报批评他了 受处分了是吧 对呀 那我能特别高兴吗 挂科受处分 但是他只有一个呀 我就为了他好呀 你爸妈有几个 一个 对呀 你爸妈花着钱 就让你好好读书 你在学校里不正经读书 在那天天讨小姑娘欢心来 那他就一个呀 他就一个呀 又挂科又受处分理议 因为他老做这些事嘛 我就跟他说都到大学了 咱们就踏踏实实地 去做一些学习上的事 不要老整这个 要珍喜是吧 对 你还干过什么荒唐事啊 我感觉我干的 都是一些特别实际的事 你还干过什么事 因为当时我看好多人都有毕业旅行 我就特别想给他来一个毕业旅行 因为当时也没有多少钱 我也不可能朝家里要钱 我就自己打工挣钱 一周七天都在外边打工挣钱 可以啊你兄弟 然后目的就是想用自己的钱 然后给他一个毕业旅行 挺好啊 然后当时我就想找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 他去没去 他没去 机票也订好了 然后那个酒店也订好了 我跟他说的时候他说已经安排别的事了 我当时就特别不解 我做了这一番功课 为啥呢 钱可能是小事吧 我觉得这个事不能怪我 我快毕业了 我要再准备毕业论文的答辩 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特别忙 他当时没有告诉我 也没有和我协调时间 做事就这么毛毛躁到冲动 你就去玩一趟呗 那我不能耽误我毕业呀 其实就是那么几天的事 我当时也想了也没段事 主要是那个时间段是毕业论文答辩 我反正他就是不理解我 没办法了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事还浪费了就是挺多的钱呀 就像就是我就是祸害了这些钱一样 对对对对 就是感觉有压力 一会让老师给你解压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别的事 还有呢 有主持人我今天要来我最伤心的不是这些事 我最伤心的事是就是我们两个人是约定一起考研的 可是现在十二月份就要考研了 可是就是我发现他最近对这个事就不伤心 我真的就觉得他就是这样也对自己不负责任 我感觉也是对我不负责任 不是为什么一定要考研呢 因为就是之前就这么计划了打算了呀 就是商量了商量好的 所以你要分手 他影响你考研了 不是是是 他没有影响我考研我已经考上了 现在是他要考 他不去积极地准备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他挺不负责任 那他也可以不考嘛 虽然你不考研你可以实习找工作呀 对呀 但是他也没有说去就是认认真的去找一份工作呀 你就觉得他不上进呗对不对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呀我觉得他这样不上进就对我们未来就是 我就有点看不到未来 我分手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规划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他不可能说每个人都是这样按一贯的套路来 每个人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你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是先减轻一下压力 然后到时候按时间再 我觉得他这就是给他自己找借口 那你在宿舍那个打游戏玩的时候 那你怎么不想想学习的事情 这不就说先减轻一下压力嘛 人家说了是吧 是 好 行吧 所以你要分呗 你怕你害了他对吧 对呀 不是因为有别人什么的吧 别人 就是有那种有上进心的 有什么一定要跟你一起读研究生的 没有 不是因为这个吧 不是这个 行你就觉得他不上进呗 是啊 我觉得他就是对自己未来没有一个规划 你就告诉我你喜不喜欢他 你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就是怎么想的 你喜欢过他没有 喜欢过 什么时候不喜欢了 不是说什么时候不喜欢了 我是对就是未来不坚定了 为啥不坚定呢 人也没变化呀 有变化呀 就答应过考研这个事 你现在就是对这个不负责任 那我就是以就我 他考不上研你还跟他好吗 不是说他 他考不上研你还跟他好 但是我也想就是你这个过程 你至少努力啊 他连这个过程他都不努力的话 他怎么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他努力了也没有好结果怎么办呢 那我能接受啊 那为什么一定要努力考研呢 因为我之前说过要么努力考研 要么找一个好的工作嘛 行吧 反正就是大学里面的这么一段爱情 一个积极向上的女生 一个爱积极向上女生的男生 现在他们出现了问题 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西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小胡 你当时喜欢他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感觉他挺幽默的 当时做事情也感觉他挺认真的耶 对我 其实他一直对你都挺认真的 他对待学习不见得认真 但是我听到现在我知道 他对你其实是挺认真的 那为什么现在就觉得 没有像当初的那种感觉了呢 因为就是我感觉 现在有点和他在一起 看不到就是那种未来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未来 我告诉你 因为他跟你不一样 所以你们在一起相互吸引 但是现在因为他跟你不一样 所以想要分开 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人 小张 你做的那个 找五百二十个人来说祝福 其实我听起来是很感动的 虽然结果导向是 挂科 是你女朋友不能接受的 底下摆新型蜡烛 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结果导向是 被处分 是你女朋友不能接受的 前面的浪漫 她其实没有那么喜欢 后面的结果更是让她反感 所以你一直在讲说 她只有一个啊 我是在为了她好啊 但是她不喜欢你做的这一切 你知道吗 这就像什么 就像你准备了一个海鲜大餐 然后你要请她吃 你说特别好吃 你赶紧来吃 可是她过敏 你一直在讲说 她就是一副没有激情的状态 我做什么她都不激动 对吧 如果你今天把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摆在她面前 你看她激不激动 你会不会激动 会 喜不喜欢 喜欢 所以你们喜欢的东西 根本就不一样 她是绝霸 她要一条积极向上的阳关大道 在这条大道的两边 有一些支支叉叉的小浪漫 她看都不要看一眼 她不懂你的风情 你也不懂她的人生 你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去找一个跟你一样 喜欢那些浪漫的 小情小爱的那小女生 完成你的青春和爱情 而她也是一样 沿着自己一如既往追求的道路 找自己喜欢的 对的那个人 感受彼此带给对方的回忆 留下一段美丽的青春 就够了 祝你们幸福 挂科是不对的 违反校记更是不对的 谈恋爱不是你挂科 和违反校记的理由 浪漫更加不是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那你女朋友 都为这个事儿生气很正常 我在想我年轻的时候 我比你浪漫 写诗 送给那个校园里面 穿着白色连维裙的姑娘 就送诗集给人家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开始自己创业 发现越来越高效 追求那些有用的东西 就跟你现在一样 什么东西有用吗 因为一直在求生存 后来我就在想就是 想要再找回青春那个时候 因为现在要我写手试太难了 后来我在想青春那段时间是什么 我觉得青春啊 就是做一些美而无用的事情 他还处于那个阶段 你过了那个阶段 不能说谁对谁错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违反校记要挂科是错的 但就这些事情而言 只不过是他还处在他的青春里面 你已经进入你的无奈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青春是去做一些美而无用的事情 但不代表我们可以虚度青春 小伙子就是 我们人啊有两种状态 一种叫满意 一种叫满足 满意是什么呢 满意叫达到标准 就你达到我的标准 对你满意了 满足是什么呢 你达到标准之后 又感到很喜悦 你现在一直想去满足它 但你并不让它满意 先把满意做到 不管你是和它在一起也好 未来谈恋爱也好 我都是给你这个建议 先做到对方心目中的标准 然后再去谈 怎么让他获得更多的喜悦 至于青春 我们可以浪费一点点 但不要去虚度整个青春 就这样 我赞成两位老师说的 你们之间呢 想给的跟想要的东西 是完全错位不对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 你要去管对方心里想要的 是不是我想给你的一个前提是 先搞对了 那个人是不是就是对的那个人 小张 你觉得他喜欢你吗 原来特别坚信 现在心里有点虚 其实我觉得你在逃避 我说穿了 两位都在逃避 你在逃避什么呢 你不是一个不愿意努力的人 但是你只努力 你有兴趣的事 读书 是你没有太大兴趣想努力的事 想一想未来去找一找工作 对你来说 都是你暂时没有那么想面对的事 但是去定一个毕业旅行 去找520个人拍照 这些事也很累的 你不是不能努力 只是你不想为那些 他眼中的正道 该读书的 该考研的 或者是该找工作的事去努力 你在逃避这些事 你甚至也在逃避 他到底喜不喜欢你 你把它解释成 他就是不解风情 有没有可能 其实他就是不够喜欢你呢 因为 其实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也许你不欣赏他做的事 可是你会心疼 顾虑他的感受 可是在他刚刚提到的 每一次你给他泼冷水的态度 都是没有把他的心当心 没有把他的付出当付出 你显得很严厉 也显得非常的冷漠 我担心的 倒不是你们两个人 是不是给了对方想要的东西 我担心的是 你俩其实感情基础 根本就搞错了 然后硬要跟对方要我想要的东西 那真的是原木求鱼 你们找不到的 其实我觉得 你有一个很善良的心 我也蛮感动你为爱情的付出 希望你的付出 是值得被那个爱你的人欣赏的 也希望你的付出 不会耽误你其他应该要做的正事 明白吗 谢谢老师 加油 爱对的是感情 爱错的是青春 你岂止是不爱的 你根本就不太瞧得上的 那些条件 帮助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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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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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结局 请开门 来 我努力了我就 努力了就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了 好 行 好好把挂那三颗给捡回来好吗 谢谢你啊 请回 加油 好了 祝两个年轻人在未来的道路上 找到真爱 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方向 有网友提问说 我老公说后悔结婚 结婚没有一天是开心的 动不动就说散 我真的觉得心寒了 我还应该坚持吗 可是我又真的不想分 不想苦了孩子 我也爱他 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 我该怎么处理这段婚姻呢 我劝您不要忙着急着心寒 应该先找一找 到底是什么 让您先生 后悔结婚呢 到底是这段婚姻 让他不开心 还仅仅是因为你 让他不开心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 领盘伊贝斯药保湿 伊贝斯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 那伊贝斯海绵霜 管兵播出的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股方红囊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囊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由真正有效的皮肤管理专家 新洋美容APP特约播出 感谢电视机前你的陪伴和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